而且致盛中國人事鬥爭 恐怕也不僅僅是上海這個位置 是沒有錯 剛剛順澤民老師講的話 就是說基本上你會看到確實 從先從中央來看 你會看到說習近平 他似乎還在想盡辦法去鞏固 他這個所謂動態清零的政策的絕對性 人民日報在4月18號的頭版頭的評論員 就強調說要堅持擁護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的 這樣子的所謂的動態清零的政策 然後對於這種所謂的這個 這個內要外防輸入 內防反彈的這種錯誤思想 對於與病毒共存 然後這個病毒流感化的這種錯誤思想 也要有這種錯誤論調 也要有所防範 這些東西到底在抑止誰 到底是在指防疫政策 還是在指剛剛明老師所提到的 其他這些所謂的反 不能講反擊 就是其他的這些對於習近平政策有所不滿 或有所質疑的人 然後習近平透過人民日報 透過衛健委的這些喉舌 一一的加以反駁 這就是一個很大的學問 那如果你把這一塊 再把它放到上海來看 確實可以看到孫春 在孫春藍之間似乎有些矛盾 只算矛盾到底是跟上海幫 還是跟李強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從前兩天我們提到的就是說 孫春藍他這個 他在這個視察當中被發現是造假 被抓包的這個過程 想想看中國的副總理要視察要造假 還被造假到抓包 還要讓你曝光 還讓你曝光 其實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那代表什麼 他們有幾種可能性 第一種就是孫春藍真的是造假的原因 這可能是怕群眾不滿 或者是怕自己染疫 可是造假到曝光 更有可能是不是被反孫春藍的官員 在後面算計 而這個算計到底是所謂的上海幫 還是說孫春藍想要來上海 接管防疫大權的李強 這個區塊的人不滿不得而知 但是確實你會看到從北京到上海 從中央到地方 這種人事之間是混亂的 但習近平這個時候去做了人事上面的變革 雖然看起來不大 但是也很詭異 一個是他的貼身秘書 就是中辦的秘書局的局長 發佈了由孫訊少接任 當然是局局官員 但是你看到習近平還是馬不停蹄 迫不及待的 再把收身邊的人去做一個重新的部署 一個是五職 五職是這個中央軍委的 聯合參謀部的作戰局的局長 也是局局的 但是是由這個曹清豐來接任 這都不是很大的官員 但是這很核心的官員 一個負責習近平的貼身事務 一個負責 這個所謂的對作戰 特別是對台作戰的規劃事務 那你看習近平在這個時候 還在動這些官員代表什麼 代表他在二十大的 接班的人事部署上面 他積極營營於這個區塊 那也代表著他非常需要這些人 來鞏固他的權力 好 我們稍後回來